蛋仔派對三個必知的好用技巧 在積木星環這關三個會固定晃動的積木這裡 最常看到大家跳了三次才到這 但其實只要在這跳鋪 就可以搶先其他蛋仔一步喔 上來後我們還會看到像是敲敲版的積木 雖然這路線很穩定 不過如果落後的話 可以嘗試在第一塊這裡使用跳鋪 就能讓各位省下不少時間 欸怎麼直接爬起來了 不對呀 正常應該是長這樣才對啦 接著在打山射水這關因為右邊風味大 大家經常喜歡擠在右邊來空氣跳 所以不用推喘直接通過 但其實左邊也可以空氣跳 如果實戰發現右邊人多 不妨試試看左邊喔 最後再增加旋轉門這關終點 如果我們領先的時候 喬喬版沒有人用過都很平整 這次只要讓蛋仔固定智能在接近中心的位置 就算踩到會翻轉的也不怕喔 只要抓準時機繼續按跳 就能輕鬆往前如果翻過的話也可以 愛推呢蛋仔仔一起試試看 喔